經濟蕭甜,大家都提起一個個性 為什麼呢? 不知道什麼關係 得閒一點 所以得閒一點,這次就可以進修,增值一下經濟 還有呢? 也是有興趣 看看有沒有其他人有特別的經濟 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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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明白 可以這樣說 剛巧的經濟蕭甜,我們將經濟蕭甜 先把這個經濟蕭甜 其實上一世紀,大概二十年代比 同一個時間,美國有這個經濟大蕭甜 很多人失業,很多人沒什麼做 很多人都顧著炒股,享樂 一夜之間,當股市爆高的時候 很多人那一刻就掉下來 就破產了,破產了 找不到的,不怕就找不到的 於是就令到整個美國經濟衰退之下 也影響到歐洲整個社會的甜蜇發展 於是就令到一些所謂的好社會主義 或者好一個資本主義的一些國家 去德國、意大利做國體 於是我們就找到 發覺呢? 因為經濟在那時候的社會狀態 不能夠幫助到他們 去令到國民有工作 令到這些野心家和世界的國體 先說到美國 美國在那個時候 美國政府有鑑於長期時間 是否這樣就是衰小 在美國就做了一個很大型的項目 這個項目的項目 就是邀請了美國一些補充 透過他們攝影機 透過他們很敏銳的鏡頭 走去很多不同的大西北 我們所說的大西北 美國在一些比較鄉下的地方 進行了一個為期大開十年 一個叫ASA項目的計劃 那裏面是將 是說是寫銀絲不同的補充 他將在鄉間裏面的移民的人 或者是一些很窮的一些人 一些社會很獨特的現象 就將照片拍出來 那些照片就成為那個時候 就是一些所謂社會貼賊的一種依律 從而之中怎樣去改善整個美國社會 去幫助一些政府的人知道 現在每個州裏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是一個很著名的課程 回到我們的課程 其實我們這個課程裏面 最重要的是 我們不是去拿柱子燒烤叉 一起去燒烤 或者我們去祠堂裏面的紅花 或者是一些青檸 然後裡面我們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怎樣學得 你懂得走 這樣才會學得屁 就是懂得走 這樣才會跑步 或者現在的前面說 懂得拍照的人 當然我們拿著相機 就去拍照 在那個時候我們拍照的背後 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拍這張照片 或者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我們看到人拍照 或者我們在大事大節 或者在發布的博覽會 你會看到很多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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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你發覺那些人都走出來 專門拍照什麼 美女 摩托 或者玩具節 慢慢地 慢慢地 你會看到那些人都走出來 就會拍照照片 很自然的 很有趣 這裏來說 我們當然不是鼓勸你去拍照 如果在座當中有哪位同學 拍照 我會建議你繼續拍照 但是希望在十堂之後 當你再繼續拍照 這些類型的照片 都停一停 想一想 為什麼你要拍照 會不會裡面 加入一些新的東西 當你再拍照 這些類型的照片 就會有效果 會更加 或者是完全特別不同 等等 OK 這個課程中 很著重 主要就是 我們如何去理解一下過去 現狀 同時一起去 補充一下 將來攝影這個活體 作為一種的美術 一種形態 如何可以令我們這一刻 二十一世紀的攝影 法師後裏 可以如何為我們一些 一些新的想法 或者一些新的概念 去將你的活動 更加有效的 去表演出來 而不是傳統的 影韓花 影蜻蜓 或者影美 都可以 這樣 OK 這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仍然抱著 拍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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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拍不出 而沒有一個 對自己的思維 這些就能處理自己本身的 我想問一下大家 比較簡單就是一個問題 可否告訴我 你們的彈指上 拍照的 迪士 在多久 要記不記得 或者是 這個字 你現在記不記得